我点香了 姐 你别老转来转去的 弄得人紧张 别写了 不怕你们笑话 我连生亚的通信地址都没有 来往的信件 都是由曹丽华转交的 孙雅这么做是为了让他有资本 不被曾家赶走 可到了最后 他还是走了 他还一走 我连怎么给孙雅寄一封信都不知道 被爱吧 姐 怎么会这样 曹丽华转交的 我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 你怎么了 三少奶奶头疼 晚上总失眠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别的病呢 是不是想孙雅想的失眠了 唉 在一起的时候吧 总是吵架 可是一分开 还真的挺牵挂他的 他从来都没出过远门 也不会照顾自己 这要是冷了 热了 饿了 谁管他呀 这都是他自长的 你说他要带你一块去 那该有多好啊 他觉得把我带去 回商找曹丽华 可曹丽华现在一逃走 我连孙雅的信都借不到了 我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在香港 嗯 在香港 他肯定在香港 你怎么这么肯定他就在香港啊 唉 我昨天晚上 又梦见他了 就在香港 我的梦啊 你像很灵眼的 唉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啊 就像你这份情义啊 我再去找找船舶公司的老板 看他有没有办法 真的 那多谢多谢 只要他肯卖给我票 让我给他跪下都行 船票肯定是没有了 但是他可以跟船长说一下 让你上船 不过那就得多辛苦了 没有铺位 你只能睡在甲板上 唉 没关系没关系 我站着回去都可以 唉 花大嫂 去邮局了吗 去了 可没你的信呢 唉 我现在是知道什么叫杜日如年了 唉 他会不会离开香港去英国了 不会 他要是去的话 肯定会给我写信的 可这信要在路上待十几天呢 唉 没关系 我们俩一起等 你不会怪我吧 没 我爱他 我只爱他一个人 唉 曹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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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位曾先生来信了 谢谢你啊 他要回来了 我的孙雅他要回来了 他要回来了 他不是说要去英国 那啥桥留学吗 是剑桥 是英国的剑桥 他说他不去了 他不能再让我受委屈了 他要从香港直接回来 救我出苦海 我的孙雅他爱我 他爱我 是我爱静桥 曹小姐真有福气 遇上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现在呀 像三少爷这样知道疼女人的人呢 都快成稀罕屋了 三少奶奶 这是大少奶奶给您送来的药酒 说是专门制睡不着觉的 你喝了试试 曼妮怕也是睡不着觉的 先前他那个院里也没有个男人 一到夜黑 大少奶奶就会害怕 现在有了成员 就好多了 坐吧 三少奶奶 不是说香港能弱死人吗 三少爷哪用穿毛衣啊 三少爷在香港只是暂时停留 他要去的地方是英国剑桥 听说剑桥的冬天阴冷阴冷的 比咱们这还要冷 我得赶紧知 趁三少爷还在香港的时候寄过去 嗯 这根罐子这么小 我去把窗户关上吧 是 仅非人淡淡酒 总提套万来风景 好嘞 这都收拾干净了 见面 木兰 我记得这棵树 还是小时候你跟孙娅一起栽的呢 我实际上给他浇水 正因为这个 这棵树是跟我和孙娅一块长大的 这么说来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看这吱吱叉叉的都给刮断了 就差连根给拔了 苏语 你别乱说 你这不是在咒木兰跟孙娅吗 木兰 别介意 是福不是货 是活躲不过 没事的 三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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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奶奶 二少奶奶 我看见三少爷他 他 他 暗香 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 你不是出去买菜了吗 三少爷他怎么了 我看见 我看见三少爷他回来了 暗香 你是不是看花眼了 三少爷现在在香港 你怎么会在这看见他呢 好好停停停停 少爷您怎么回来了 来帮我拿一下东西 快帮他炒 你还给钱呢 好 三少爷回来了 三少爷回来了 你回来怎么不烧个信啊 怎么了 我回家也要向你承报核准吗 你 虽然 虽然 vind 淛 虽然 你哪来 这么大脾气 你问我 我还问你呢 你为什么出尔反尔言而无信 你是说曹丽华吧 当然是他 当初你答应过我 不敢他走的是不是 答应过我把他留在府上是不是 他人呢 他现在人呢 难道你就是因为他 放弃剑桥 半途从香港回来 我就是因为他 我知道 在你们的心里 他是下贱的是不是 你们都错了 在我的心里 他是高贵的 是值得我曾孙雅 为之放弃留学 放弃剑桥的 孙雅 你真的太过分了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 显示出你的高尚吗 你就是自毁 进城自甘堕落 我会为你害羞脸红的 木兰 你用不着为我羞愧 你用不着为我感到脸红 你是你 我是我 我曾孙雅 从来不会为我自己的 所作所为而感到后悔 可这一次 你会后悔的 孙雅 又有热闹 哎呀 又有热闹 看了 二少爷 我跟你说话呢 好大的谱啊 跟我装聋作呀 我不是你 我的大小姐 我不爱凑热闹 这回的热闹啊 你可跑不了 孙雅回来了 你说孙雅回来了 孙雅从香港回来了 我的鸟 太太 老爷 他自己是不会跑出去的 曹丽华被你们赶到哪儿去了 这么大的僧府 就容不下他们 难道他连一个丫鬟都不如吗 你们为什么要赶曹丽华走 孙雅 孙雅 我不是孙雅 我是你儿子 从小您就告诉我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不能轻易下跪 您这句话我铭记在心 跪天跪地跪父母 你这个腻肚 跪下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跪 你还敢顶嘴 我 好了 文贵 你站开 怎么了 好了 放下 你给我让开 你要干什么 孙雅 孙雅 不要怪爸爸生气 让你出国流洋 在你 是为了一份好的前程 再增加 我们是想要得到一份好的回报的 可是你倒好 连剑桥的门都没跨进 半岛就从香港跑回来 你对得起谁呀你 我活着 用不着对得起别人 我只要对得起 我自己良心就行 你们看看 你的良心 你想把良心留给谁 你抬起眼睛看一看 在身边站着他们又是谁 他们是你的父母 你的太太 你的哥哥嫂嫂 都是你的家人 难道我们就不配得到你的良心吗 你这句话对他讲 无异于对牛弹琴 罗东 阿塞 您吩咐 从今儿起 没有我的话 我预许孙雅离家半步 你和陈元把大门给我守好 是 你和我在家 好好面壁自行 木兰 你好好管教管教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一定要留神 一定得看住 老爷这次可是动了真气 你说这三少爷真让人糊涂啊 放着三少奶奶这么好的女人 不好好守着过日子 还瞎争腾啥呀 嘘 做下人的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啊 遇事听吩咐 听老爷太太吩咐 少说为家 能不能告诉我 李华是怎么走的 他是偷着走的 没有告诉任何人 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我劝你别出去 省得罗同他们为难 你别再让爸爸妈妈伤心了 他们身体都不好 每个父母养育子女 都希望他们妄自成 即便成不了了我 也别让他们一再失望 木兰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不仅仅是失望 而是伤心 也并不仅仅伤心你和曹丽华的事 而是作为男人 你不知道你最应该做什么 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做 而 Rim 而这个人 偏偏是我的丈夫 呢 木兰 你不应该嫁给我 你应该嫁一个像孔利夫那样的男人 这样你就满意了知足了 对不对 可我嫁的是你呀 你就不想改变自己吗 我改变我自己 为什么我娶了你以后 我要改变我自己 木兰我告诉你 我最烦的就是你和我父母 天天串通一气 想着改变我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还是我吗 我都不是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孙雅 你真的该面壁自行 否则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都这个时候了 三少也不会来了吧 不会 既然为了我 他能从香港回到北平 就一定会来的 又哪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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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叫叫 一看见我就叫 小心老子宰入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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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抛弃我 你还等谁 你不说不来吗 那我就不信改脾气了 曹小姐 你看我买的这贵发祥的核桃酥 绑体都好吃了 你也过来尝两块 不用了 谢谢 没事 我给你送过去 你还接近这子动真呢 你 松手 我这可是招财劲宝的 你要给我揪坏了 你让我怎么在琉璃厂赚钱 就坏了你赔得起 下手这么狠 臭娘们 你还敢不敢长出贼心了 看你这话说的 怎么跟我老婆似的 我要没贼心 能在你男人死后 供你吃供你喝 养你三年多 以后甭跟我装 咱俩就那么回事 你图我什么呀 图的是我兜里的钱 是钱 你说的是 我图你什么呀 是上床 睡觉 图个乐呵 你说的是人话吗 不是人话还是鬼话呀 鬼话都不如 没错 我男人死了以后 是你供我吃 供我喝 可你要说我图的是你的钱 你真是伤了我的心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街上卖身的妓女 我一直对你心存感激 还想跟你过一辈子呢 别 你可千万别打算 也千万别感激 吓着我了 咱们俩 就那么回事 各有所图 我最烦的就是这个 这女人一上床 什么情 爱 要不就缠你一辈子 真是烦死人 他准是在洗澡呢 你什么东西 阿福真乖 我得过去看看 我得过去看看 哎呦 薛大哥 真不好意思 没想到你会在门口啊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回来了 为什么还不来看我 说吧 你说吧 太太 不是我多嘴啊 三少爷再这么关下去的话 肯定会憋出病来的 现在呢 琉璃厂那个古董父子呀 倒是缺人手 可以让三少爷上铺子里去 一来呢 让三少爷收受心 二来呢 也可以学一学做生意 骆彤啊 这个主意 是你想出来的吗 我想这主意 你是想不出来的 一定是木兰想出来的 让你来说情的是不是 是 那好啊 你去把他找来 去吧 太太 这木兰太精灵了 这话怎么说 这主意要成 岂不一箭双雕 这话又怎么说 来了 妈 桂仪 木兰 让孙雅到铺子里去做事 那是你的主意吗 是的 让妈妈费心了 费心倒谈不上 只是他这么大一个男人 现在整天就是 不思赏尽 不物正业 那他到铺子里 能做好事吗 万事开头难 孙雅既然流洋不成 又不愿像二哥那样 到政府机关 某一个差事 若不想法 再让他收收心 又如何是好呢 他是一个男人 总不能成天关在家里 那当然 那是不能的 只不过我现在在想 现在我们就这么 放他出去 他会不会 更加借机猛了 别刚刚送走了 一个曹丽华 又来了一个 王丽华 赵丽华 木兰 到时候 你又要自己受委屈了 也不知道 现在曹丽华人在哪 不是说他离开了北平 回杭州老家去了吗 但愿这样吧 要是还没有离开 还在北平 孙雅肯定找到他 曹丽华要再缴获进来 孙雅可就没救了 就是有这样的担心 也得放他出去 看着他现在这么痛苦 我比他还难受 木兰啊木兰 你是太宠孙雅了 简直就像宠一个孩子 那妈这次就依你吧 让他跟罗同 到铺子里去做生意 不过 你要爸妈盯紧他一点 老爷能同意吗 这件事 我做主了 三少爷 三少爷 您这干嘛去啊 三少爷 三少爷 你要干什么呀 您别发火 这是老爷太太让我这么做的 我说你算什么东西 你拦着我 躲开 三少爷 三少爷 松开 让我出去 三少爷 让我出去 松开我 别拦着我 陈人 把门打开 让三少爷出去 三少奶奶 这 没事 我去陪着他 还有老叔 你在琳琳厂的古董铺子等着他 太太同意了 辛苦你了 你居然还跟踪我 你想盯梢 如果我真的想盯梢的话 我就不会跟得那么近了 我知道你别乖了几天 心里一定很郁闷 我陪你散散心 莫兰 其实我知道 你也很难受 是吧 夫妻之间 本来是应该恩恩爱的 可是一旦伤起来 就是最痛最痛的 你听我说 木兰 我不是在故意伤害你 我这是在挣扎 在痛苦中挣扎 现在五四提倡的就是自由 可我何来自由可谈 被家里关起来 可悲 紫雅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所以 我已经跟妈妈和桂姨说了 他们也同意了 让你到琳琳厂的古董铺子里 学习做生意 好吗 可放我出家门了 对呀 走吧 三少爷 三少奶奶好 罗叔 三少奶奶好 大伙都听着啊 往后呢 三少爷就是这儿的二掌柜 以后我不在呢 有什么事就听他的 是掌柜的 来 几位呢 都是在增加工作了多年的 虽然是伙计 但为了增加的生意 可谓是尽心尽力了 都当自个儿家的事在做 这一点啊 老爷跟太太心里啊 都是有数的 这一趟三少爷过来 是跟大家一起 把这个生意做好 绝对没有信不过大家的意思啊 尤其是我们三少爷 他呢从来没做过生意 这点上 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帮忙他 这 这可是让我刚收来的送词 两千九呢 三少奶奶 您一看 这是 别紧张 别紧张 这两千九 我给赔了 就算是给三少爷买个响头 庆祝他头一回到铺子里来做事 这铺子里怎么老有股发霉的味道 闻起来这么刺鼻啊 孙雅去古董铺子了 但愿这一回啊 他别再让我失望了 他也正应该明白你的苦心了 他明白 什么都明白 可就是不愿意改 说实在的 你为他也受了不少的委屈 委屈 是有 可我并不想抱怨什么 既然嫁给他了 做了夫妻了 那就是一种缘分 嗯 俗话说了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振眠 你知道吗 我也经常这样想 哪怕是像我这样 跟自己的丈夫只度过了半夜 可我觉得 那也是千年修来的缘分 嗯 现在我就是担心 他在古董铺子里 待不待得住 什么味儿 省得闻闭咽了 三少爷 哎 我呢 想去看看朋友 能不能拿点钱用啊 朋友 哦 是我从香港回来的船上认识的朋友 啊 嗯 用多少钱 嗯 少点吧 拿个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可不是小说 三少爷 嗯 您在这 签个字 我在我自己的铺子里用点钱 还用得着签字画样啊 三少爷 您别误会 这不叫签字画样 我这就记个账 您想啊 老爷太太把这古董铺子交给我 我在月底不得交个账吗 哈哈 啊 来给你 哎 别告诉我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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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盯着啊 哎 我这回来啊 好嘞 先生您要什么 哎 这个卖啊 您瞧这个 五块钱一盘 这什么座的 挺漂亮的 五块钱啊 对 还有别的颜色的 有啊 您看这个 也挺好的 还有这个 三人 您是 上点去看朋友 东四 西单 还是王武警 怎么着 这我也得给你签个字啊 三人 您别误会 因为您到铺子里来啊 是三少奶奶跟太太求情求来的 要是三少奶奶问起来 我总得要交代 什么东西 在家里她管束我 我到了铺子里她还管束我 她是谁啊 如来佛啊 岂有此理 哎 便宜了便宜了啊 他呀 不问便宝 要是问起来呢 你就说不知道 不知道你会说吧 是 三少爷 我不知道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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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老是一辈子 从来不说谎 我也不为难你了 他要真的问起来呢 你就说我去会朋友了 至于什么地儿 叫什么 你让他来问我 好不好 是 三少爷 这我知道 他现在就是来了 我也不会理他 当真不理 不理 他今天就想进这个门 阿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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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三少爷吧 瞧给阿福高兴的 快里边请 我来帮你拿 在那呢 丽华 我是孙雅 我回来了 快开门 你还知道来看我 一回家就把我给忘了 我的死活和你有什么关系 生气了不是 丽华 你快开门 你听我跟你解释 曹小姐 快开门吧 要不把三少爷给急坏了 阿福 我们走了啊 我们走了 我什么都不怕 就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 momento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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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蜡烛呢 红颜色的那根蜡烛 啊 我给扔了 半截的蜡烛 留着干什么呀 谁让你扔的 你不知道那是洞房花竹也留下的蜡烛 可 可留着还有什么用啊 留着就是留着 留着当然有用了 你扔哪了 我记得中午的时候还放在这儿呢 我 去找 三个奶奶 我就在那儿了 你干嘛呀 你 快找找 我知道 我看到 看你 这我 三个奶奶 对不起 我不是让你那么在意那半截蜡烛 是什么呀 有没有人看到两只半截的蜡烛呢 是红的对吧 对对对 是红的 把耗子给拿走了 刚走不大一会 你干什么看了 耗子 耗子给拿走了 对啊 你干嘛 我都说回家娶媳妇有 耗子娶媳妇 这耗子是人还是耗子呀 耗子当然是个人 耗子咋会是耗子呢 啊 是人就好 能带我去找他吗 可我肚子还饿着呢 等我找到他 要回两根红蜡烛给你买吃的 我想吃油炸糕 没问题 我给你买十个 买一百个 一百个油炸糕呢 走 你没骗我 没骗你 一百个油炸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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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了 二位 您瞧瞧这个怎么样 一百个油炸糕 猪猪这儿 一拜天地 二拜祖宗 夫妻对拜 这不是我们的红蜡烛 你们 赶巧了 这个蜡烛 原来是我结婚时候用的 现在给你们 挺好的 希望给你们带来好运气 啊 这少奶奶她答应给我买一百个油炸糕 一百个 来 这钱购买两百个油炸糕了 来 算是贺礼 希望你们能够恩恩爱爱 白头到老 谢谢 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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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来吧 少奶奶就想要回红蜡烛 回来 回来 不用了 不用了 这顿王花竹 是不该戏的 送给你们了 是个好人 哎 红蜡 红蜡 小姐 红蜡吧 您看这红蜡多好啊 来一对吧 您看 怎么样 您来一对吧 你可包两个 哎 好嘞 哎 好好 姐姐 来 慢走啊 三少奶奶 好不容易找到了 你怎么不要了 他们虽然贫穷 可也是一个姻缘啊 熄了蜡烛 会对他们不吉利的 我跟三少爷 就没过好洞房花竹叶 别让他们也过不好 三少奶奶 您什么事都让着别人 当初三少爷和曹小姐 就是因为您太善良了 人又不是畜生 人就是人 干嘛要互相施恶呢 你走了之后 只有阿福对我最贴气 你都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要不是我冒险逃出来的话 我早就被他们给嫁人了 我真不该走这一遭啊 去什么英国流血 还好幸亏我中间回来了 不然的话 恐怕是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 你真的是为我回来的吗 当然 难道我还会因为别的吗 你真好 可是为什么太太 对我那么狠心呢 在你家 我还不如一条狗 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 都叫我小贱人 我原本也想忍下这些委屈 可是后来 他们居然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 他们竟然跟我说没嫁给一个大夫 那个大夫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更可恨的是 他们居然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要不是我提前逃出来的话 肯定是被他们塞进花架里去的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三少奶奶告诉我的 是木兰告诉你的 就在花架抬来的前天晚上 是她让我逃走的 三少奶奶这份情 我倒是一直记着 一定是贵仪在暗中操办的 这种事少不了她 太太的恨是在明处 可那个贵仪 最阴险了 这事没完 我回去一定要问问她 千万不要 你一问 他们肯定知道我在这儿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我们俩既然相聚了 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的好